你好 方阿彤 你好 就是我上次有去你跟The World的演唱會 對 其實反應非常好 那我是想問說就是比如說像你這麼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 你其實住過很多地方 然後擅長很多語言 那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以什麼樣的語言在 當作為基礎 什麼樣的語言 比如說是英文還是國語還是粵語 是英文與國語之間 有時候會 突然間在那個demo裡面 有幾句英文然後有幾句中文 就是 因為我不會有詞 就寫的時候我是 隨意唱一些東西進去 所以由一聽起來有時候可能有幾句日文 這樣子就假的日文 就是比較隨意性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使用英文還是 英文還有廣東話 因為現在住在香港 那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你跟薛凱琪合唱的四人友 但是在未來這張專輯中沒有收入 所謂合唱曲這樣子 那你未來有打算 比如說跟哪些男女歌手合唱嗎 或者說你希望跟哪些歌手合作的機會 嗯 可是我還蠻想跟張正義樂有機會 有機會合作 因為我很喜歡 特別是他的新專輯 因為他新專輯 雖然他之前的也好聽 我覺得新的專輯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還蠻希望 看了以後有沒有機會認識他 那像上次在柔柔的演唱會 其實蠻多人會錄影 拍照 或者是有部落客會在他們 部落格寫一些關於這次演唱會的事情 那我知道上個禮拜 就是華納爾選企劃有帶你去 看那個PTT 還有推特上面的紀錄 那你對於這種就是 網路媒體 或者是說你本身有沒有在使用某些 MSN啦QQ啊之類的東西呢 我有用MSN 都有一些 但是時間比較忙 所以也不多 但是我有去看那個 那個上次 叫什麼PTT PTT 對我有去看一下 還有推特 那你對這兩個媒體的感覺是怎麼樣 看起來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蠻好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地方給他 就是給一些聽者 一些網路上的朋友 可以去互相溝通啊 還有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像一個小家庭那樣子 那你會有 我知道你有部落格 那你以後會希望 比如說你會藉由 可能你去申請PTT帳號 或者是推特帳號 直接跟哥民互動嗎 我自己本身呢 就很少會去開這麼多的 一些網路 但我覺得如果我不是藝人 我也許會 因為其中 我整天的時間 回到家之後 好像 好像已經差不多 要睡覺了 因為不睡 就 人會 人會死 所以我 一般來說 只是 可能上去E-mail 啊 最多去看看 什麼新的 新的音樂上面 但是如果我不是藝人文 我可能會去研究更多這一類的東西 好 那上次演唱會有時候 中間你有唱兩首歌 一首是情人的眼淚 另外一首是座華健的愛相孫 嗯 那像是比如說 陶哲啦 或者是 周杰倫都會把一些國語老歌 再加以改編 或者說 你也說你也喜歡周杰倫的兩個樣子 對 但你有興趣說做這些老歌新唱 或者是說一些 中國曲風的東西嗎 其實中國曲風的東西 我之前在另外兩張唱片都有 有一些 嗯 不過一直 因為我是喜歡聽老歌 所以 我一直繼續都會有一些 老歌重唱 翻唱那樣子 對 就是不只是國語的 可能西洋的也有 對 因為國語的只是 因為大家熟悉 可能我怕有一些英文的 大家未必認識 所以 在現場可能 我會選擇國語的 那 這會是比較 私人一點的問題 比如說 你 因為比如說 像《四人遊》啦 或是《愛哉》這些歌 他的歌詞 跟歌曲 整個的意境 其實很有畫面性 很有故事性 那 請問你說你喜歡看電影嗎 請問 那 比如說 某些電影可能會 就是有哪些電影 曾經觸發過你創作的一些意念 嗯 有 我想大概最熟悉 就是蘇尼正 因為 這 他就是 張曼玉的那個角色 那 這一首 因為 編曲上 也是有一點點復活 就是有點懸疑啊 有點老上海感覺 加上R&B 那 呃 王家瑋的電影 我覺得 在畫面上 是非常能夠有 一個 有靈感 的東西 那 你玩遊戲嗎 玩遊戲嗎 其實不玩 不玩 就是網上遊戲 PS都沒有玩 都沒有玩 對啊 謝謝 謝謝